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这会儿感觉热热的 都不知道在哪睡觉好呢 妈妈还说让多宝宝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 多宝宝觉得过路就挺凉快的呀 脚面窗户一开 多宝宝在中间不凉快吗 可是刚趴下之后 就发现地好像要热了呢 好像趴着趴着就越趴越热了 多宝宝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呢 爸爸这会儿都一动没动 是不是爸爸那儿比较凉快呀 多宝宝看着妈妈 显然妈妈冷了 咱们一起去找爸爸呗 看看爸爸那儿是不是凉快 快走呀 夏天可真难受 热得多宝宝懒懒的 看看爸爸这儿是不是有风 凉不凉快呀 怎么多宝宝都没感觉有风吹呢 窗台箱一点风也没有 多宝宝刚一过来就觉得热热的 热的就不知道往哪儿待好了呢 到底是坐着还是趴着呢 多宝宝怎么待好呢 太热热了 多宝的薄脸都湿透了呢 今天夏天多宝宝都没有空调吹 所以多宝宝就觉得热的好难受呀 妈妈说让多宝宝忍一忍 再过一个月就开始天冷了呢 可是多宝宝这一个月还要睡觉 还要吃饭还要休息 看多宝热的舌头都一直滴啊滴的 洪水多的都受不住了呢 脖子都湿的不行了 之后妈妈就给多宝宝又来了客厅 还是给多宝宝喷一个脚舌喷一下就凉快了呢 这拿的是什么东西呀 也没有味儿还小小的一个 妈妈说正好多宝宝热了 然后把这喷雾给脚舌喷一下脚舌也能好 而且多宝还能凉快一点点 脚舌最近走红 所以妈妈才给喷的 喷下之后多宝宝就能舒服了 好像刚喷上有点凉快呢 妈妈是不是偏多宝宝 还给两个脚要都喷一下下 喷完了也没凉快 一会儿再给多宝宝擦擦脚舌吧 小脚舌一失 还确实有点凉快呢 优贤 与